我們現在老有神山部落要來吃這裡非常有名的神山愛玉 今天會有這行程是因為我們待會吃完愛玉要去一個這裡非常漂亮的瀑布 待會你就知道了 哇 超多人在排隊的 哇 所以我們點了一個小米一個中和的 欸 這小米超好吃的耶 雖然它長得像蠶豬卵 可是蠻好吃的 欸 它這個愛玉是真的愛玉 蠻好吃的齁 神山愛玉 超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發去我們的目的地 飛龍瀑布 GO Corens Tenry Co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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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去飛龍瀑布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天氣來飛龍瀑布呢 因為要封山了 今天是10月31號 然後明天11月1號開始 這裡不是一般人可以進來的 因為就必須要請當地的向導 你們才可以參觀這些瀑布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河床這邊 準備要渡溪過去 其實還蠻簡單啦 因為今天水不是這麼大 所以你很安全的可以渡過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建議 出水期來啦 可是你也來不了了 因為今天最後一天了 要來可以啦 可是要付錢 向導最多一團可以帶21個人 所以不確定能不能玩水 今天應該超多人來的啦 就是我們剛剛在停車場已經停滿車了 因為大家都搶最後一天嘛 因為我們不想花錢 我們貪小便宜好不好 因為我是客家人 我不太喜歡花錢 我覺得就算是一百塊 我也覺得太貴了 然後你看這邊已經陸續 停了很多摩托車了 傳說中的蕭波塊陳柏惟 助力在這裡 這個地方為什麼他們決定要封起來 是因為太多人來了 他們覺得好像製造滿多垃圾跟破壞 很多人出來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垃圾都不帶走 出來戶外運動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把你所有自己帶來的垃圾 就自己帶走 因為垃圾就是不分藍綠嘛 哇天空有三隻老鷹耶 他們也在趕10月31號最後一天 因為明天這些老鷹要飛進來 他們也要被收錢了 這邊收訊很好耶 一直都維持滿格 有收訊的地方就是可以玩的地方 網路最重要 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前面這個大崩壁這裡 就表示你快到了 這裡彎過去就是了 我們從停車的地方走到這邊 大概花了20分鐘 所以真的蠻近的 今天天氣真的不是非常的理想啦 不過我們為了省錢要趕最後一天 我們從這邊過去好了 我們從這邊過去好了 好 拜拜 再一遍 我們渡過了河了 水超強的耶 在飄飄河很好玩啊 雨季真的不適合來 因為他要過河床這邊真的蠻危險的 我們再經過這個轉彎 就到了 真的沒有騙人 結果在前面 地上都是這個夜岩呢 哇這個水超透明的啊 哇看到瀑布了啦 哇哇 欸真的超漂亮的耶 這個真的是我們 一直以來最想來的瀑布耶 大家趕最後一天來 前面超多人的 耶 我們到了傳說中的飛龍瀑布 因為現在還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拍網美照 一定需要排隊的 那我們要開始玩水了 耶 那我們今天飛龍瀑布的行程就到此 告一段落了 所以我們到達瀑布 我們到達瀑布 我們到達瀑布 見到下次見 飛龍瀑布 沒想到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 這麼漂亮的瀑布 也就是我們最後一次來這個地方了 而且這地方超多很厲害的瀑布 我們都沒來過 之後看情況啊 等我們有錢一點再付錢 所以你要訂閱我們喔